上一来都是很用功 他是年轻艺术家嘛 所以是非常用功 也不会懒惰 就从画画到标数 都是自己亲自去做每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很 以一个年轻艺术家来说 是非常棒的 对 所以代理他也经有 差不多要十年的时间 也非常荣幸 也非常谢谢他 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合作 也非常自己的安心 也非常谢谢华龙 你看吴琼的创作 近期是比较多雕塑嘛 其实早些时候 你画了不少油画吴琼 对 然后八十后的艺术家 出生在北京 父母从事广告设计 所以很小很小 他就受到艺术的熏陶 我读了他的资料之后 我说哇 六岁半就学中国水墨画 是耳濡目染吧 应该是吧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 我妈妈就抱着我 看我爸爸画风筝 风筝啊 我知道 对对对 对 所以说应该算是耳濡目染 哎呀 就是我小时候看过人家玩风筝 为什么我爸妈没有抱我去看风筝 没有没有 就是我爸爸画风筝 我知道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所以耳濡目染这件事情真的是有作用的 然后你什么时候是来新加坡了 03年 你是来读 03年就是SARS的那年 对 对对对 那个年正好我大学毕业在北京 然后我觉得我还不够 因为不够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出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选择了新加坡 嗯 然后在新加坡的南洋艺术学院上课 对对对 嗯 然后才呃 刚才讲大概是12年前回去中国 嗯 好 对 Jesse 你跟吴琼合作了这些年 你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哈哈 我直接问 哈哈哈哈 他的人挺直率的了 而且已经变成好像嘉宾的朋友似的 嗯 因为吴琼来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住我们家 对 我觉得他很用功 像我刚才说的 非常用功 当然也是很很有啊 很有礼貌啊 就是说讲话啊 彬彬有礼 就像一个大艺术家这样 就是不会出炉啊 不会了 嗯 对 很好 刚才Jesse有讲嘛 吴琼现在的作品啊 在中国 呃越来越有价值啊 所以今天 我们要送的一个东西哦 不知道是哪个幸运儿啊 就得到手的时候 要好好的收着啊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哦 他的价值就翻倍哦 或者是三倍 四倍 五倍 六倍哦 这个也是Jesse很喜欢的 无穷的一件作品 来Jesse介绍一下好吗 好 呃 这个看哪一个幸运儿会 你们看到吗 还好 可以 你先说一下 嗯 OK 这个叫做给你一个糖果 所以呃 那个雕塑呢 很可爱 你看这里是一个猪嘛 猪就代表富裕嘛 中国人不是很喜欢猪 您这个两个 两个小朋友呢 可能是一个 哥哥跟妹妹 或者老 就男朋友女朋友这样嘛 就是很亲密 很很很 很好的关系 所以又有 又有富裕 又有开心 这个是 天上人间哦 对 实在好像很快乐的一次 哦 我 我说一个 很好笑的事情 呃 Jes呢 先把 这个 很可爱的 副族 代表副族的猪 就送到我家来 因为主要 等一下我要展示一下 就是 给你一颗糖果 对吗 无穷 就给你一颗糖果 这样我当然就是要先拍照 因为我先给听众知道 我要送什么嘛 这个我就拿了猪 因为我知道是猪 所以我拿了猪 我就拍啊 从个角度啊 从前面 从上面 从侧边 拍拍拍拍拍完了之后 我就上赛了我的面部 很多人已经在面部看到 已经说 哇 可爱 哇 好喜欢哦 结果 今天 我们要做直播之前 我发现了 我竟然把两个灵魂人物 还留在那个 还留在那个盒子里面 我只是 我只是拿了 拿了 这样子而已 结果我就把它找出来之后 哦 原来有两个 你看 来来来 女生 男生 那 女生应该在前面 还是男生在前面 女生在前面 为什么是女生在前面呢 因为我当时创作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 男孩子通常会 比较顽皮 也比较主动 所以说我就想说 男孩子要够着这个女孩子的感觉 好像拿一颗糖果 在调皮的豆 她说 给你一个糖果 然后我要亲你的感觉 你看 你好像 我又放错了 对对对 我又放错了吗 对对对 女孩子 所以这个其实还真的蛮多那个叫蛮多面的意思 你看如果两个人相亲相爱是这样子的 吵架的时候就背对背了 对对对 如果往前 往前走就是一个东西向前 所以不错 蛮好的 这个叫给你一颗糖果 对 是在那个猪年创作的吧 是在猪年创作的 就是因为猪的关系吗 其实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对十二个生肖里面 我觉得猪对于我们华人 真的是就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富足 然后幸福的感觉 因为猪越胖 他就觉得越幸福嘛 所以说我觉得就在那年我创作了这个 是 现在所有在看直播的朋友 想要把这个给你一颗糖果的艺术品带回家去 那怎么做很简单 现在看直播嘛 你就like and share like and share的意思 你要先like这个直播 然后share到哪里 share到你个人的面部了 不过你要设是公开的 就是让更多人来欣赏无穷的作品嘛 那到时候 然后你就在 你在我们963号fm 或者963号fm.ann 我们现在在两个面部页面做直播嘛 那你就在留言区那边 那边comment那边就写 我share了 或者说一下你个人感受都可以 那到时候我们当然就是用幸运抽签的方式了 来选一位幸运儿嘛 对不对 然后记得 得到的朋友 收起来 那无穷来新加坡的时候 可不可以拿到你面前请你签名啊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就这样收起来啊 然后你就继续努力在中国越来越红就对了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越来越红 其实我真的是因为我在新加坡拥有了就是像Otua这样画廊的给我的一些宣传 其实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回到了中国以后 其实也都是在用很多之前的一些展览再去做一些 其实也算是打广告啊 这样的 然后大家才能认识我 就宣传是必要的吧 因为很多东西你就是要介绍嘛 宣传也就是介绍的意思嘛 对吗 那你就是介绍给更多人认识啊 Jesse有什么话要讲啊 就是安娜越看你越可爱 那你要不要多美言我两句呢 我老板如果看到这个视频呢 他就加我薪水我请你喝咖啡 盒子咖啡 你当然值得啊 不喝咖啡也要赞你几句 哇你看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又在用功这样努力哦 又这样多元化什么东西都会 很棒啊 食物印度服装全部都会 哦好了好了我会不好意思 OKOK Jesse我等一下去你的画廊 看更多吴琼的作品好不好 我们礼拜五拍画廊 可是待会会见你们看多一点 OK 待会见 是是是 吴琼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不是进入了这个 我们叫阻断期的第二期就是礼拜五 也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商店都可以开 包括Jesse的画廊 我们都可以就当然要保持安全距离这些东西了 那你们在北京的情况目前就是 其实我们开心 其实我们有开心了大概快将近一个月了 然后又不开心了 其实我们一个月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都是零零零零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都在恢复可以在外面吃饭 然后可以去运动 可惜就是三天前又出现了 但是这次的出现我觉得其实很少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人数很少 但是我们很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这个时光 所以我们会比较严格 所以现在就又又不可以了 对 其实新加坡也在接近世界各地 主要还是像韩国日本你们嘛 就是这些经验 所以很多线上的 就是好像现在我 你说疫情啊 是很多东西不能做 可是疫情也让很多东西做得成了 像今天你在北京 我在新加坡 我就因为疫情啊 过去可能我们说啊 这个声音会不会画质啊什么的 我们就会考虑很多这个事情嘛 那现在因为疫情 我们说OK 我们就在既有的条件里面 做可以做的事情 是的 反而是做更多事 是的 我觉得反而做了很专心 可以在一个地方做事情 是 好 那么现在在看线上直播的朋友啊 在跟安娜聊天的 就是来自北京的青年艺术品 创作者 他的名字叫吴琼 他曾经在2003年来到新加坡读书 然后2008年回到北京 那吴琼介绍更多你的作品 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认识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我现在那就我起身 然后就没有我了 我把它转到 好 你来主要说一下你的创作风格啊 然后为什么你这样创作 OK 我现在介绍这个雕塑吧 因为现在这个雕塑 是我最新的作品 雕塑通常大家会知道说 好像雕塑都有一个复制性 大概可能可以复制 一个两个三个 大概可能八个左右吧 但是我就觉得说 好像每一个人拿到这个作品呢 都会 最起码有八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想了在这个雕塑上面去做画画 对 你知道吗 对不起啊 讲了你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很那个 因为我起初 就是没有看到这个艺术品本身 然后我就是看画面 看那些图像 我以为他戴上口罩 其实不是的 可能现在算是一个巧合吧 其实我是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画了一幅画 也跟这个差不多 然后呢 我只是想传达一个 有一点点像 忍者的一种精神 然后呢 对 然后呢 我在旁边呢 给他做了一个伙伴 这个伙伴呢 就是他的猫咪 奇怪 你为什么选择猫咪 有特别的意思吗 我觉得猫咪 它是一个蛮 懂得 慵懒 沉默的一个很高冷 很傲娇的一个动物 对对对 然后我看你这一组创作品的时候 除了第一眼 我说戴口罩吗 我说后来看不是 后来我又觉得它很像孙悟空 其实有一点点像 其实你看我这两支作品是不一样的 那一支是准备在画的 然后这一支是画完的 所以说这两支 你看它其实动作什么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画完了以后 比如说这个猫咪是这个颜色 然后那个猫咪我还没有创作好 它就会呈现一个不同的感觉 是 我看这个时候 维维在帮我操作 维维我们把整个画面都给无穷好吗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作品 看得更仔细一点 来我们继续介绍 然后呢 就是这个羊驼 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品 因为它打破了一个雕塑的 一个材质的问题 我是用的纯羊毛 然后用手工去拼贴 对 我发现你走的风格还是相对可爱的 其实因为可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代 因为你看过我之前的那些 80后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没有痛苦 就是没有任何的好像不好的回忆 因为我们中国这边 像我这一代只有一个孩子 就只可以生一个孩子 所以爸爸妈妈拿我们都当个掌上明珠 所以说对 所以说就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痛苦 所以我的东西也会比较可爱一点 那很好啊 有人说你的这个创作比较就是那个波普的风格嘛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比较多那个图像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是一幅画 对 我想问你 你一开始就创作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样的有点像是你的灵魂人物那样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是有这样的设计呢 其实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男孩子嘛 所以说我当时还没有去我没有去画一个女孩子出现在我的画面里面 其实我早期的作品以男孩子为主 然后呢慢慢的就是生活开始有些转变 然后我就开始有表现有待一对的 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在我们再碰面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看到三个 可能有一男一女和一个更小的小孩子 其实我觉得创作这种东西都是来自于这个生活嘛 随着我的年龄啊 然后生活的这种东西 是 然后我们继续看 你可能可以等一下镜头再近一点 让我们看那个 好 创作的细节 OK 这个就是呢 我刚才看到的那个雕塑的以前的那幅画 就是先有画才有雕塑 对对对 我是先有的画 对对对 这个叫雪松 其实他就是讲了一个就是一个精神 他会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候 踩着一个松树 好像感觉在往前有很大的能力点 嗯 嗯 然后就是像这种 对 不知道在看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实际上 有都有人问过 吴琼啊 为什么眼睛都是眯起来的 然后都是头上的 嗯 脸 对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创作的理念是说 我想把这个 那天我就在开玩笑 我们继续看啊 我说 就是很多人问为什么hello kitty没有嘴巴一样 OK 这个是我最新的 哦 这个最新的 对 你的你的创作里面一定有他们两位 还有一定有松树 对 这个叫松下的爱情 松下的爱情 对对对松下的爱情 其实松树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华人的眼里应该是 嗯 一个长青的或者是一个永存嘛 因为你想在北方这么冷的天气在大雪的纷飞的时候 这个松树它也是绿色的 嗯 嗯 所以我把它比作爱情 嗯 对 然后让他们在呃 松下的爱情 是 我们继续看看 看完这个是你家对不对 嗯 这个算是我家 对 他家好大 听说我真的有一天能够去北京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他家 哈哈 等一下他会带我们去看他的画室 画室 要走不去 哇 对对对对 对这是啊 创作的一个路 嗯 上面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你现在是雕塑多还是画画多啊 嗯 其实我画画比较多 因为 嗯 怎么讲 因为我画画 呃 才可以做雕塑吧 哦 因为我是画画出身 所以说 嗯 我画画比较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裁缝啊 要做一件衣服 他现在要做一个设计板 要先画画 对对对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我的画室 哇 那你要解释哦 这是你家的哪里哦 对 这个是我的院子 哇 呃 院子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些BBQ啊 之类的 哇 对 新加坡人看的会很羡慕你 嗯 不会啦 就是我现在走出我第一个院子 然后来到外院 其实就是我的 呃 工作的地方 你现在是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我其实是在北京 呃 最东边 算郊外吗 嗯 算郊外 哦 对 你就选 没有选择住在城市里面 对 我觉得我现在到城市以后 我会有点头痛 哈哈哈哈 那你 那你回来 如果有一天你回来新加坡怎么办 嗯 其实我在新加坡 我其实我非常喜欢去新加坡 然后 但是 我也不会待很久 呃 呃因为的的的确确是在这种郊外呃住久了的人一到了车水马龙的地方就觉得哎好烦躁 对 因为就是拥挤 嗯 嗯 嗯 对 呃 现在来到我的 画室 画室 对 来 介绍一下 我们好像 我们就好像在偷窥你的生活一样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的画室就是这样子的 呃 我平常的时候就会坐在这边画画而已 呃 通常 我的画室是不给 不给人进 呃 呃 因为我在创作的时候 呃 有的时候有人来我会觉得有点烦躁 所以我太太也不可以来 哎 说的你太太我本来不想讲的 我就忍不住 她是因为没有准备所以不能够来亮相 啊 她太太可是 你自己介绍吧 你自己介绍 呃 没有没有 我太太呢是 呃 其实她是一个在中国算是一个年轻的演员 呃 以前演的还挺多的戏 然后 但是认识了我以后 她做了很大的牺牲 然后就陪 陪我住在郊外 哈哈 哎呀 对她来讲 对你 对她来讲 你是一个投资 嗯 其实来讲我觉得她付出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当时的时候 她其实还算 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嗯 然后 对 她自己觉得 嗯 演演演演戏的话 可能会耽误 跟我拍拖的时间 哈哈 好伟大的女孩啊 哎 那我我我 我近一点看 你这个画好像还没画完呢 嗯 对我其实现在正在创作的一个 也是松下的爱情的一个 Series的 呃 第四张 嗯 给再近一点看行不行 可以啊 就还没有完成哈 对对对 也都是刚刚开始的 也就完成了30%而已 我这次把她呃 把两个孩子就不要坐着 好像一个男孩子 牵着一个女孩子 在这个很梦幻的一个场景里面去飞 哇 请问你 我再问一个问题行吗 嗯 可以啊 你会很后悔的 以后我不要跟这个主持人做节目 请问你 一开始的时候你画你自己 你是一个男的嘛 你就画男孩 对不对 对对 那后来加了一个女的 是因为跟你太太拍拖了 对不对 呃 算是吧 因为开始向往爱情了 那个时候 就是开始 然后你画的那个女孩子 有你太太的影子吗 嗯 其实我太太对这个事情非常介意 就是为什么每次不会 把她的特征画进去 我给的理论是觉得 我不太想让我太太 入在我的这个画面里 但是她只是一种代表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秃头嘛 就是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 表达的一种语言方式 呃 并不是说我指定的某一个人 如果要是把我太太 入在这个画面里面 说 一个一个藏家 如果买去的话 那岂不是好像 她在她在挂着我的爱情 我我理解 就是 你也不想把商品画了 我知道你 嗯 你不想把你们的恋情爱情 变成商品了 对 其实我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我想跟 呃 观者达到一个共鸣 其实你在看这个的时候 你会想到你自己的 什么 就比如说它也不一定是爱情 也许是兄妹 或者是老公老婆 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 就是看自己的想法 就是那个想象空间会大一点 啊 对对对 诶 我请问你 你这个还没画完的画作 接下来是要画什么的 呃 其实我 其实很想延续这个主题 就是松下爱情的这个主题 然后我可能会创作 一段时间 然后等我创作的 觉得 诶 我没什么好画的 我就会换另外一个主题 哦 对对对 我其实你看就好像说 其实男孩子都有一颗 好像打仗啊 或者是什么的梦嘛 然后所以我就画了这种 关于就是 就是很男孩子主题的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就看着这个 我感觉很像三国演义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就是三国演义 然后 其实我 嗯 哎呀 我们定一点看行吗 可以啊 这个是谁啊 就是其实我 我给他 我给他 加入了很多 现在的一些元素了 呃 有一些文饰 我们不把它叫做文身 就是文饰 会让这个画面会好看的文饰 对 就就 就是我们讲的刺青嘛 这个文身 他其实也是一个图腾嘛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刘备嘛 哦 刘备这么可爱啊 对对对 我就把它画的比较诽谐一点 然后他的剑也是断的 哦 为什么呢 嗯 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张画的主角是 呃 吕布 哦 所以我把它就画的好像比较 就在我认为里面 刘备是一个很搞笑的人 你说刘备搞笑 你等一下要好好的跟我们讲一下 来我们继续看 我会记住的 然后 然后这个是张飞嘛 啊张飞 这张飞像 对 对 然后他其实也很搞笑的是 我给他画了两个啾啾嘛 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哦 是啊 我会把我自己的这个人物表现的比较诙谐幽默一点 哎 这个关公 关羽 对关公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三鹰战旅部嘛 对 在天 在在在云层里面打 是 哎 我们一边在看无穷的画作 然后看他的调述品的时候 看的朋友啊 直播 看直播的朋友记得like and share 然后设在一个公开 在你的面部设媒上啊 就是 就是 Facebook 主要是Facebook了啊 然后到时候你在我的留言 command那边说你share了 那我们将会送你 给你一颗糖果 不是一颗糖果 这是一个艺术品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请 因为可能有半途进来的朋友 我们再请无穷做一个介绍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我想象一个女孩子 好像在 夹着一个龙啊 啊 这都完成了吗 还没有 其实我画画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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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算是我自己的毛病 就是我会画到70%左右 然后就把它停掉了 然后我会思考 就是可能会思考 大概很长时间 这个画 也许你会看到 下一次看到的时候 可能它完全又不一样 嗯 就是你自己等于是你脑袋又在 在创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松下的爱情 对 松下的爱情这系列 还真的创作了不少 那看来这应该是 最后你的这一系列的画作里面 很受欢迎的吧 嗯 对我最近 然后这个就是 我自己画着玩的 画什么的 看一下 近一点 这你啊 24号 不是 24号是我那天正好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篮球迷 所以说 自己画着玩的 然后就是因为 Coby不是去世的 然后对对对 然后我就自己画着玩 是 这个是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狗 所以你现在是主要你的 你就是锁定一对男孩女孩这样 对 嗯 偶尔也会画一个人啦 嗯 但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肯定会在旁边有一个小动物 啊 啊 对对对对 猫啊狗啊 就是一个陪伴 嗯 对对对 看来 这样听啊 无穷是一个很怕寂寞的人 啊 其实我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特别不怕寂寞的人 啊 啊 因为我我我大概 我在工作室的时间 应该会超过12个小时 那是叫专注 这个跟寂寞没有关系 哈哈 如果你如果你耐不住寂寞的话 你不会这么 就是因为我的我的我的职业是 啊 如果说在疫情里面的话 我可以365天不用去见人的 嗯 哦 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 就他可以 在他的窝居里面 过日子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的画室给我们看完了 对 画室就是我画室也就这么大了 不不很大了 对不起是很大不是这么大 哈哈哈 对呀 我走回去了 好的 走回去的时候会经过哪里 同样的路吗 呃 同样的路啦 我就是会就会 就会经过我的这个画室 然后啊 我我种了很多的竹子 但是现在太晚了 有点看不到 嗯 对对对 然后你又养狗哦 我听到狗的这个呼吸 对对对对对这个这个是我的一个小根屁虫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小根屁虫哈哈哈哈 对 好 在无穷走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刚刚才上线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讲 因为今天呢 无穷特别要送给新加坡的朋友 这个给你一颗糖果 这个焦醋啊 然后你看到这这头可爱的猪 呃对不起啊 我今天拍了照 我忘记拍这对灵魂人物 我只拍了猪而已 所以那个还不叫完整啊 应该完整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这对有男有女啊 然后刚才我们还讲了一轮 诶我发现你的汉山 也是啊 是的 是一个对 是我的一个作品 请问你 你那汉山卖不卖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可以 其实可以可以卖 我不拒绝 哦好好好 好好好 来说完这个哈 呃 等一下我再请无穷再介绍一下这个创作 就是你想获得这个无穷的雕塑品的话呢 很简单 你就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你like and share 呃 lite and share就放到你的facebook 然后设在公开的这个社会 设定 那跟着呢在我这边或者是在963号FM的页面上 因为我们现在两个面部直播嘛 然后就commend说我已经share了或者说说你的感想都可以 我都来不及去看看我们听众有什么留言问你问题吗 那你介绍一下给你这颗糖果呢 你那边也是有对不对 对我这边也有 好你你你介绍一下 呃其实我我觉得就是介绍这个给你颗糖果呢 他是我猪年创作的 因为猪呢我觉得呢是一个代表着富足幸福吧 小猪很胖嘛 然后他是代表幸福 然后这上面呢是一对男孩子和女孩子 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呢 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把他想成情侣 也可以是哥哥妹妹 也可以是男朋友女朋友 然后呢男孩子会用一颗糖果在调皮着想亲这个女孩子 啊我现在终于看他手上的糖果 好戏哦 哦 对对对 对男孩子手上有一颗糖果在调皮的时候 哎你你想拿这个糖果你就来亲我一下吧 哎呀这你们男孩子的纪念 幸福了 对对对 是我们男孩子的纪念 对对对 是 哎我发现你那头猪为什么颜色跟我这边的不一样的 对我有 其实我有四个颜色 你那个是一个花的嘛 我这是一个蓝色的 哦还有什么颜色这么可爱 其实我还有一个粉色 哇 天呐 这应该也是你在猪年卖的很好的一个艺术品吧 哦 哇这个粉红猪 对这是一个粉色的 粉红猪 是啊 当然你你们获得的是你们将可以获得的是这个刮的啊 就这个啊 你你不要安那样啊 没有没有我开玩笑我开玩笑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跟我调侃我调侃无穷 我说他现在在中国那么受欢迎啊 那继续红继续红要红的更红 然后呢我们这头猪就价值无穷了 哎哎无穷 哎那那我们看看新加坡的画室好不好 在啊这个画室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Joanne来给我们看一下在新加坡的无穷的作品 那我们也来看看在新加坡我们如果到了礼拜五啊可以到呃 画廊那边去看的时候能够看到什么 哎看到建筑师 来 嗯来 Joanne请介绍 嗨你们好我是Joanne 我很高兴能够上一个节目 嗯我们刚才听过和看过啊 无穷介绍他最近的作品 我们都很期待啊 啊现在我有副画在这边我要介绍一下 嗯 这部是原创的啊画 你看他的这一边呢 就是无穷啊 雕字的一对夫妇 嗯 他们也是好像感觉呢 他也是很甜蜜的 嗯 很年轻的一对情侣嘛 但是他们的创作你看这边就是觉得很夫妻很大方 嗯好像一对老夫老妻 对吗 嗯他们我觉得呢 他可以激发我们的内心的一种热情 也很期待着像他们一样 你能把头偕老啊 哎 Joanne这样子好不好 因为你那边的那个音效不是太影响 我觉得由无穷自己来介绍 因为他的那个音效比较好 无穷你来自己介绍你的你的画作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一路看 嗯 好的 没问题没问题 呃 我先看 呃 OK 呃 也 我当时创作的时候并不是这么这么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好玩的点 好玩的点就是有很多人看 哎这个好像是好像是我跟我太太啊 啊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看不同的这个画的感觉 然后有两个很可爱的狗狗 嗯 这个狗狗呢 一个是拉巴拉多 一个是 呃 啊 雪橇犬 其实 呃 这个就会比较自我的 因为我两 我的两 两条狗 就是这个 来我们看下一幅 啊 一个 对 下一幅 对 OK 下一幅这个呢创作的就是 纯是两个人物 啊 这个我就觉得他有点像 老夫老妻 就我自己创作的时候 他就觉得是一个老夫老妻 然后他会 他 其实我当时创作的时候 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富士山的 然后我把它 我把它涂掉了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觉得 呃 我的人生和大家的人生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给他一个模糊的 场景 因为海边吧 应该大家都去过 所以说 这样才能够引起观者的共鸣 所以我就把那个富士山涂掉了 哇 是啊 这个就是画画的一个美妙的地方啊 你可以加颜色 你也可以去掉一些颜色 啊 对吗 嗯 我们看下一个 你 新加坡画廊很多你的 哦 雕塑 哎 嗯 嗯 啊 啊 对 这个是 没有终点的船票 啊 这个早报的黄向金访问过你 那个时候是2017年你来新加坡展览的时候 访问过你 是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个没有终点的船票 其实我是想 其实也是表达一个幸福嘛 也是表达一个幸福 就是 嗯 嗯 没有终点 然后我们随便买一张船票 说走就走 给一个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是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应该是不可能有的了 所以说让他们在作品里面去充分的想象吧 嗯 现在就很难说走就走啊 哈哈 我们看下一个 就没 其实我觉得就好像没有疫情的话 他也也很难 嗯 哎 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在预告的时候有特别介绍你这个娃娃 它有个名字的吗 嗯 这个作品上 其实它没有一个名字 嗯 它名字就叫Tattoo Boy 哦Tattoo Boy 嗯 嗯 对 嗯 其实 嗯 我自己就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雕塑它是本身有一个复制性的 不像说油画我只有这一副 然后呢 雕塑通常我们会做八个或者是十个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最起码有十个人会拿到同样的东西 我就想说哎 干脆我就在上面画画吧 因为我画出来的东西每一件都不一样嘛 所以说最起码每一个人拿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可不是工厂去做出来的东西啊 不是印上去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手工会上去的 嗯 作画嘛 对 这个我好喜欢啊 真的 很有那个现代感 嗯 谢谢 是 是 其实你的作品很多都是后现代的 嗯 就 应该是叫 新写实 嗯 哎 我们我们还会再看哪些作品吗 还是要留到去画廊看呢 估计好像要回到画廊看了哈 可以 那 哎 Jazz我们再回来好吗 嗯 Jazz 哎 老师好 是啊 你刚才当了很久的观众哈 感觉如何 非常娱乐 哈哈哈 非常娱乐 哈哈哈 非常娱乐 对 谢谢啊 不是啊 Jazz 嗯 搞笑哈 我我搞笑可不行了 我很会搞笑的话 我会走另外一条路了 哈哈哈 嗯 其实Jazz你也准备了几张画作嘛 就是我们有PPT嘛 对不对 哎 就是无穷的一些创作嘛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嗯 是是 我们要给呃 呃 微微一些时间present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介绍一下这个PPT 那最重要哦 嗯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like and share啊 还有送这个给你一颗糖果 呃 就是到直播结束为止啊 那你就是记得要like and share 然后设在公开的 然后写你已经share了 然后我们到时候用 就有点像是幸运抽签的方式 哦 来 这个就是那个 刚才讲的传票那个 是不是 对吗 海边 嗯 这个是那个冬雪 哦 这个是那个冬雪 嗯 对 对 就是下的大雪 对 其实寓意跟那个 开始的差不多 嗯 我们再 再看下一个 哦 这个 哇 好多人会很喜欢 哆啦A梦 这个是 对 这个名字叫加油 其实我觉得 里面有一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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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一个男孩 对 是 会 嗯 啊 这是啊 松下的爱情 然后这是 number one 就是第一个 哦 第一个就是创作这个吗 对 我第一个是创作的这个 其实我在左边那些松树没有的时候 我只创作了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说哎 一个男孩子牵着一个女孩子站在一个悬崖上面 后来我就觉得哎 好像缺了一点点好像关于他们永恒的东西 这个的时候松下的爱情诞生了这是第一幅 嗯 再来下一个 嗯 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创对正在正在画的这一幅 是还没画完的对不对 还没画完的对对对对对 你估计画一幅画要多久啊 嗯 嗯 联想在画大概可能三个月吧 哇 哎这个我我们刚才一直都有提到啊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戴口罩 后来以为是书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啊 对对对对 好 非常好 其实我看到就有人这么说无穷的作品啊 就是有男孩与女孩 写手漫步于夕阳之下 有两个人飞翔于云海之间 也有端坐树梢上 嗯 也有沉浸于一片汪洋中的 有时候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有时候是以两人世界的一种田径啊 不管故事怎么叙述 儿童话的卡通形象 双目闭合 微微上扬的面盘 还有含蓄半张的嘴唇 都离不开一个画面 人物就叫无穷式的典型的书写 这个就是我看到人家是这么来介绍你的 然后我还看了到底谁欣赏了你的作品啊 多了啊 法国的美术馆 还有古巴的博物馆 香港著名的影经 肖靖腾也有啊 肖靖腾买了你哪一个啊 买了那个 刚才我介绍的那个鹿 哦 他买了那个啊 还有这个羊驼啊 哦 他都买了不少啊 对 还有我们听说很熟悉的琪琪 也有收你的版画 对 还有好多大牌明星了 这不用说了 那也有一些企业界的啦 本地的艺人也有造型师也有 还有新加坡著名的杂志模特公司都有 还有中国北京 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使馆 哇 好多 嗯 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跟想法吗 我下一步 其实我就想 既然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疫情 然后我就在工作室里面好好的创作 我等待着疫情过去以后 可以大家展示我所有的作品 是 刚才我不是听Jes讲吗 Jes要请你再回来一下了啊 因为他Jes刚才说在下半年嘛 年底的时候 呃本来是计划了要 就是在新加坡有展出嘛 那我们期待了啊 大家努力了啊 希望这个疫情稳定了 嗯 努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太想回去了 今天谢谢这么多的朋友观看 然后如果 如果有喜欢艺术的人想要跟无穷联系 有什么联系的方式吗 嗯 就是 呃 O2 Art 嗯 可以 可以怎么联系 这个美丽的女士就好了 哈哈哈 美丽的女士今天没有化妆 也不会啦 今天主角是他嘛 对吗 是是他跟他的作品 对对他跟他的作品 而且今天今天很很开心的是 网路很给力 对 谢谢大家 对对对 真的 网路好给力哦 真的 谢谢所有的观看的朋友 记得咯 最后了哈 like and share 设定要在公开的模式啊 然后在comment那边说你share了 那我们就最后会送出这个给你一颗糖果 来最后无穷说两句话吧 嗯 就很感谢这一次的啊 我们做的这个